我给你平抄一下我们店这个酸汤 它这个菜变的效果出来更佳 你这像茶壶里到的茶汤呀 嗯 再撒点芝麻 还撒点芝麻 对 看它这个效果数据就出来了 闻一闻这酸汤 没有个蒜味呢 它是拿醋 蒜 这么披起来的 蕎麦本身含有较多膳食纤维 搭配酸汤可以帮助更好的消化吸收 同时 酸汤又能生津止渴 增进食欲 中和油腻 这样的搭配方式 不同构成了当地人餐桌上的经典 真的是醋加蒜 它喝起来有点点像那种 泡菜坛里的那种泡菜汁的感觉 我觉得来这一口应该是特别开胃 白宝宝用母亲传说的配方 潜心制作蕎麦煎饼 那一抹淡淡的蕎麦香 是来自陕北高原的馈赠 也是榆林人对一日之际 始于尘的最好诠释